我认为今年5G是第一大题目 这不用问 那5G当中就带动出来很多的需求 目前全世界的solution 最便宜的就是华为 这大概是挡不住的 那么华为在这次MWC 也推出来了折叠机 折叠机就是它跟三星都推出来 然后这一次我们就看到了 有的是折叠了 也5G手机的初心也出来 中国大陆上海 大概已经先试点 5G开始热 然后华为最近推的手机 是P30 Pro 这个就远超过iPhone的规格 那你仔细去看大力光 法说会 董事长证明了什么事情 他证明了我接到三星的订单 你看大力光的林恩平 在去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 华为新手机出来 就是出来了大概台湾 八家公司的老板 包括大力光的老板都出来 现在我们的所谓的瓶盖骨概念 瓶盖三王概念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台积电 大力光 红海 但是你注意 这瓶盖三王的本质在改变 过去大家是靠了那颗苹果 Apple就是咬一口 那个图案就咬一口 现在的华为 就是切掉的苹果 你把那个苹果切开来 它那个logo就是切开来的苹果 现在已经变成了迎接 中国的借单 那全世界5G它最快 在5G的一开始的第一步 就要设大量的基地台 所以基地台它手上订单握住很多 那这个就是第一步 你说给它基地台这样 铺个四万台下去 全世界的生意大概给它呛 没有一半也要 没有个七八成也要有一半 就五成那样拿光 这个部分美国是远远落后 所以5G这个概念 会产生很多的上级 那这过来呢 最近我们今年最热的 星星3037 股价大涨 新的涨价的材料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另外一组叫做电竞 电竞当然牵扯到 也是跟效率有关 那很多我们所前一段时间 有一些小的体材 比如说什么无线耳机 带动了新能高的大涨 太勇了等等 这些也的确是个提供 因为它就是贵 电竞它用的每一样的配备 都是比较贵的 我们在看到 电动车跟汽车电子 这个是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的 当然不止这一家了 很多党 我认为未来会不得了 这两天有个新闻报道 各位可以稍微注意 他说台湾 我们很多的气喘的问题 小朋友气喘 其实最主要的污染源 是来自于车辆 只不过说台湾很可惜 我们的主管机关 对于电动车的补助 其实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台面上 我们看到很多电动车 好像还停在那 没什么股价上的一个优势 但是我觉得它迟早要做 现在因为政府太花力气 都是在选举了 很多真正要做的事都没做 大概你只看到了一个就是补助电动摩托车 OK 电动摩托车 目前还不叫做多了 这只是一开始第一步 包括大陆最大的这些什么雅迪 都会来 未来台湾会大量 以前我们看到很多中油加油站 以后会变成很多都是充电站 然后这些相关的都会有 但是充电呢 这里头有很多安全的问题 我们也听过 这个特斯拉的车子碰撞 那时候有爆炸过 有这种 它会有不安定性 这个也是一个麻烦 但是这里头相关的周边呢 做电池的 做电动车的 这一系列的 我相信会 未来会非常好 请注意啊 美国特斯拉的股价 最近并不强 但是啊 我要讲的是 美国现在所谓的补助 它是补助每一个车款 那先以前是特斯拉一家独秀 没人跟他拼 现在大家都要拼 每一家车厂都在发展电动车 所以未来的总量会非常的可怕 那台湾也是做供应链的 就看看能不能卡到这里头 这块一个散热 这个散热 从去年热到现在 营收业绩也都很好 双红了 太硕了 等等很多了 操纵了 励志了 有这种转机型的 特别厉害 散热会有很多的股票 未来一波一波的出现 再过来一个我特别强调 医美一彩 这是在年初 我只能点医美一彩 但是现在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它扩大成为生计 因为生计最近的利多频传 最近看到了基亚又回来了 突然间那天我把报纸打开 哇 这种利多 也没有想到 连不要两根掌停板 当然你可能说 掌两根停板 昨天就停下来 台股最近的确 它的连续动作不够 但是这种热度不会只有一下的 你看昨天的基亚 它涨上来不最高 盘中最高88.8 带动了另外一档股票大涨 另外一档什么叫义达 义达比基亚更好 它是真正授权 那个授权金都拿出来 有很好的这个数字 这义达本来是88吧 昨天一拉涨停板 这个筹码更干净 这个筹码更干净 类似这种题目的 展望 新的药证也过关 才二十几块 国关 二十几块 这基亚大涨它有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叫什么 台湾的生计股已经修兵太多年了 这几年只剩下一美的股票 有EPS的股票会大涨 一美大涨就涨了两家公司 这个叫大疆 那我另外一个对照组 就是当初我们特别介绍 这个叫罗立芬 以前大家可能对罗立芬小姐不太熟 现在开始觉得 有听过了 股价也到了两百块上下了 请大家密切注意 我觉得这种产业 真的是很恐怖 大疆为什么能够赚这么多 去年赚十七块多 今年我们公司估大疆二十五块 现在就是他的筹码问题 需要整理一次 最主要他就好像医美界的台积电 你要知道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 大陆有一个台湾演员 林瑞阳跟张婷这一对 不是那个林瑞阳非常高调吗 说我一年缴了九十亿的税 其实他不是在缴九十亿的税 他是什么呢 他其实在搞的就是 我们台湾听得懂的叫做多层次传销 大陆让他包装在一个名词之下 叫做为上 做的东西就是 养颜美容的类似这种产品 那么是暴利 各位 男生不会花这种钱 各位女生你们懂吧 你们这一辈子 我不管你从哪一天开始 也许三十岁那一天 突然给雷打到 四十岁 从你开始用了那个保养品 什么之后 你永远每一年每一年用更多 你知道吗 那跟吸毒一样多可怕 不是这样子吗 什么看到都怕坏了 所以你要懂啊 大陆十几亿人 一半是女人 你知道吗 这一半的女人 她也要美啊 也是跟我们一样 全世界各种商品丢进去 但是商品丢进去的时候 大陆人 怪的东西特别多 黑心货它一定比我们多嘛 所以 想来想去 谁帮我们做最最好的呢 台湾人呢 台湾人不是做最好的吗 所以大疆凭什么发 靠大陆发的 就是帮很多这样的公司 帮你做代工嘛 贴你的牌嘛 我请问你啊 我是分不懂啊 就是说你到百合公司 一楼专柜 你看那个化妆品 你咚咚咚咚摆着 请问你一千的 两千的 三千的 四千的 五千的 六千的 有什么差呢 这个换一个包装盒有什么差 我哪知道 你们才知道 这就是包嘛 那那种margin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能够找得到 那么漂亮的女明星 出来给你打广告代言呢 那就是利润啊 所以你要懂啊 我觉得这个生意是很恐怖的 大陆的这种 美的生意 人生呢 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卖梦 所有的化妆品 保养品 卖给女人 就是卖一个梦 你可以从台湾的什么冰冰 变成大陆那个什么冰冰 类似这种 类似这种 反正 他盖的高兴 你听的也相信 就消费了 然后这个东西没完没了 那我 去研究过这几家公司 我觉得最有趣的 你去看看罗立芬的报表 你会发觉 这家公司没有负载 没有负载 我们的同仁 到了他的厦门 去参观了他的大会 看到那个场面疯狂 台湾人想象不到 那是在拜神 因为大陆你要知道 这几年来 经济起来了 罗立芬下面有很多的经销商 很多的厂商 跟他购买那些 就是一个乡下农村小姑娘 然后呢 去当美容师 然后慢慢的开了一家小店 然后把他的大阿姨 把他的这个表妹 把他的堂姐 什么找来 然后慢慢慢慢一个店 两个店三个店四个店 他就养了半个村子的人了 我跟你讲 这种是神奇的力量 很多产业的趋势 就是这样一路往上走 而这种产业 它像渗透一样 非常可怕 那如果仔细去研究 你就发觉 哇 这种公司去年能够赚11块 去年我们评估它赚10块 很多人还不相信 那时候罗立芬一挂牌 我非常看好 那天他挂牌那天 刚好晚上请客 那天呢 才训了老谢跟我 我们同样一个大圆桌 大家在那边 就讲了半天 找个人上去讲讲 我看他们大家都不敢讲 我上去讲 我就说这是台湾之光 他也不是什么伟大高学历 不见得一定要美国 斯坦福 哈佛 什么博士 但是他做得很认真 然后质量很好 然后在质量没有出过错 这点很重要 大家最怕就是吃的东西吃到有问题 插的东西 这个本来要插白的 一插变黑了 那个问题就大了 这么多年来没出过错 这个是蛮厉害的 就很认真 然后他就跟我们大家讲 我就是我的名字 就是公司的名字 我能够把这公司做杂吗 所以他出场也很鲜 我就讲 这是台湾之光 他若不在台湾挂牌 股价是台湾的两倍以上 对吗 如果是台湾的讯会 我也去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